来看南加新闻 卡拉OK音乐盛行多年 深入家庭和社区的各个角落 国际四方教会洛杉矶华人四方联合会 联合了众多教会组织 将于8月举办2012南加州第一届 方舟杯福音诗歌卡拉OK歌唱比赛 来看记者发自Rosemid的报道 国际四方华人联会 携手洛杉矶国际家庭电视 方舟卡拉OK班 以及工商界与教会组织 将于今年的8月共同举办第一届 也是首次在南加州华人社区筹办 福音诗歌歌唱比赛 该比赛的宗旨是为了使 喜欢音乐歌唱的朋友们 有一个不一样的歌唱平台 并借此接触和学习基督教独特的音乐与歌曲 那我们会赠送那个指定曲的DVD 那他们回去练习 三个月的时间练习 那8月15出赛 25号决赛 那9月1号呢 我们在乔尔中心有一个颁奖典礼 以及这些得奖的这些歌手们 有一个很特别的音乐晚会 而且我们也邀请一位台湾的艺人 该歌唱比赛从即日起开始接受报名 报名无年龄、性别、歌曲的限制 比赛优胜者既有精美奖品 又有丰厚奖金 国际卫视记者唐里震 柔斯密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杂